好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这个苗栗县政府有一名公务员 在2号下午3点多左右 你可以看到他坐在县立体育场外面的楼梯 哇大喇喇的喝起啤酒 就很刚好被前来视察的县议员 逮个正着 而这名员工就说呢 当下是因为刚刚搬完东西 他觉得很热才会拿起啤酒来喝 但是他这样脱续的行为 也让议员痛批 苗栗县政府的楼梯 螺丝真的松了 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坐在楼梯间 手上拿着啤酒罐 他是苗栗县政府的公务员 但明明是上班时间 却大喇喇的喝啤酒 当场被新议员带个正着 事发地点就围在苗栗县体育场 新议员陈光轩2号下午3点多 针对体育场内的伸脏厕所不友善 到现场进行了解 结果一下车就看到正在喝酒的公务员 这名员工表示 当下因为刚搬完东西很热 才会拿出啤酒来喝 议员就痛批 县长日前才发文 希望县府员工都能向井发条 现在可说是狠狠打了县长一巴掌 对于我们县政府 外围单位的这些员工 也必须要尽到督导的责任 还有时常要关心他们工作的内容 而公务员喝酒的行为 已经损害公务机关的形象 对此县府也给出回应 上班时间喝酒 的确有它不对的地方 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 公务人员惩处办法来做惩处 这名员工上班喝酒 县府将一规定进行惩处 但脱序的行为 不只让新议员觉得扯 也让不少民众直呼太夸张 华视新闻宇局 谢先中 吴钊星 苗栗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